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学后 狐狸猫 莉莉和麦麦 在附近的篮球场进行激烈的篮球比赛 正当狐狸猫准备来个帅气的上篮得分时 他的手臂 却被生锈的篮球框划出一道伤口 看到狐狸猫的手流了许多血 还痛得哀哀叫 大家赶紧带他到医院 到了医院 医生帮狐狸猫清洁包扎伤口后 告诉狐狸猫 被生锈的东西割伤 会有感染的可能 所以要帮他打破伤风疫苗 并且开了消炎止痛的药给狐狸猫 荧幕前的你 有过和狐狸猫一样不小心受伤的经验吗? 受伤后的伤口不止会很痛 还可能会红红种种的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还有 为什么医生要帮狐狸猫打破伤风疫苗呢? 其实啊 这些都和我们身体的防御作用有关 我们的生活环境中 有许多维生物 像是病毒或者细菌等等 其中有些会导致我们生病 就称为病原体 而为了抵抗病原体入侵 人类发展出一套防御的机制来保护身体 接下来就让我们深入了解 这套厉害的防御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吧 人体的防御系统总共有三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就是皮膜的阻隔 这道防线包含了皮肤以及黏膜 皮肤就像是城墙一样 可以阻挡病原体进入体内 而黏膜则为于呼吸道 消化道 泌尿道 生殖道等处的内衬 可以产生黏液 把灰尘以及病原体等异物包覆起来 再排出体外 那么当第一道防线被破坏 就像是狐狸猫被生锈的蓝筐割伤时 会发生什么事呢 当第一道防线被破坏 异物或病原体就会从伤口入侵人体 这时候人体就会启动第二道防线 伤口附近的白血球会吞噬入侵的病原体 如果不能及时清除完毕 则受伤的部位会出现红 肿 热 痛等现象 这些现象就称为发炎反应 发炎反应就像是身体的警报器 告诉身体有外来病原体入侵 需要调派军队前来帮忙 听到警报器后 微血管壁会扩张 在身体里巡逻的白血球 就会穿透微血管壁 大量聚集到受伤的地方 将病原体吞噬并分解 阻止病原体继续入侵身体的其他组织 刚才介绍完身体防御系统的前两道防线 这里邀请你想一想 皮膜的阻隔以及发炎反应 这两道防线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 皮膜的阻隔以及发炎反应 这两道防线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 A 这两道防线都能吸引白血球聚集到受伤处 B 这两道防线对任何入侵人体的病原体都有防御作用 正确答案是B 是的 皮膜的阻隔与发炎反应 对任何入侵人体的病原体都有防御作用 属于非专一性防御作用 意思是啊 这两道防线不会针对特定的病原体才产生反应 不论哪一种病原体入侵都有防御作用 而我们接下来要谈的第三道防线就不一样咯 当发炎反应还是没办法有效阻止病原体入侵的时候 人体将会启动更进一步的防御作用 这个防御作用是由称为淋巴球的特殊白血球来执行的哦 这些白血球受过特种训练 有一类白血球可以破坏被病原体感染的细胞 阻止病原体在身体内继续繁殖 有一类白血球会产生抗体 抗体会让入侵体内的细菌或病毒失去感染能力 这种防御作用具有专一性 这类白血球会针对每一种病原体产生专一的独门武器 也就是抗体进行防御作用 像是常听到的流行性感冒病毒所引发的防御作用 只能对抗流行性感冒病毒的感染 对于其他病毒就没有作用哦 除此之外啊 专一性防御作用还具有记忆性 当人体碰到第一次入侵体内的病原体时 专一性防御作用需要比较久的时间 才能调派特定的军队或武器对抗病原体 效果也比较弱 但只要入侵过一次 专一性防御作用就会把这个病原体给记住 下一次在遇到一样的病原体时 就可以快速的调派军队 找出对应的武器 攻击病原体 这里请你猜猜看 聪明的科学家 利用专一性防御作用的原理 发展出什么对抗病原体的防御措施呢? 科学家利用这个专一性防御作用的原理 发展出什么对抗病原体的防御措施呢? A 消炎止痛药 B 疫苗 正确答案是B 是的 科学家就是利用专一性防御作用的原理 针对特定的病原体开发专属的疫苗来预防疾病 关于疫苗的作用 下一支影片还会有更深入的介绍哦 以下关于人体防御系统的叙述何者正确 A 皮肤或黏膜可以阻挡或协助排除病原体 B 发炎反应会吸引大量喉血球协助吞噬病原体 C 皮膜阻隔与发炎反应属于专一性防御作用 D 非专一性防御作用也具有记忆性 正确答案是A 客厂的尾声帮你做个小整理吧 人体的防御作用有三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是皮肤与黏膜 可以阻挡或帮助排除病原体 第二道防线是发炎反应 会产生红 肿 热 痛等现象 并且吸引白血球前来吞噬病原体 前两道防线属于非专一性防御作用 第三道防线则是专一性防御作用 由特定的来血球攻击特定的病原体 而且具有记忆性哦 最后留给你一个小问题想一想 生病的时候有时会发烧 这是为什么呢 是防御作用中的哪一道防线引起的反应呢 欢迎你去寻找答案留言在下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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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